在公如深圍產案中一輸再輸 陳振聰繼上星期向律政司司長和警務處長發出公開信後再次出招新冤 他向行政長官曾蔭權發出三頁指教公開信 標題是回頭是案 信眾說自己已被捕超過470天 質疑是否有人濫用行政程序 因為是違反人權法和基本法要求撤銷控罪 上訴庭上個月否決陳振聰就增產案 上訴至到終審法院的申請 他上個月7日到西區警署報道 獲准延長保釋星期三個月 韓國昏迫電視機就在這段影片報導